中国最近平民派出了无人机近距离侵扰我国领导区域 总统蔡英文下令反制 日前事与守备队的官兵对无人机警告驱离无效之后 就按照指示进行的防卫射击 并且将无人机给截落 那么昨天19.3军人节 金防部也释出了最新画面 采用干扰枪反制无人机 全天严密监控海空域的动态 维护国家安全 发生一架无人机 发现不明无人机 金防部士兵立刻迎变 高度100 近150 通知列宇待命班人员随时准备好进行反制 中共近期无人机频频飞越海峡 到我国领导区域 已经连续多日都有无人机亲门踏户 近距离拍摄我军作战状况 因此金防部在93军人节后 释出最新画面 采用干扰枪和步枪反制无人机 前方200公尺 无人机高度150 发现目标开始射击 近防部官兵依照SOP积极作为 包含监控回报驱离和防卫射击等程序来应处 并用干扰枪信号干扰及控制 也会采用7.62毫米口径以下武器 防卫射击和信号弹试镜等手段 来制衡中共无人机 总统日前也下令全力反制 我已经下令国防部 适时采取必要 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 总统要求对无人机适时采取必要且强力措施后 隔天释与守备队官兵 对来侵扰的无人机警告区里无效后 就按指示进行防卫射击 首度将对岸无人机击落 不让中共侵扰我军 还屡屡用认知作战试图影响台湾 国军无时无刻都上井发条 谨慎应对 记得金门综合报道 点击